每天乌龟都会沿着湖边散步 它很喜欢散步 一天在散步的时候 它听到一阵像风一样的声音 一只兔子飞快地跑了过去 乌龟因此摔倒让天躺了下来 你在这儿干什么 兔子嘲笑道 你应该注意路上的其他人 乌龟责备道 慢吞吞的人不应该挡在路上 兔子说 一只狐狸经过了 它帮乌龟翻了过来 你们两个在聊什么 狐狸问 我觉得慢吞吞的人不应该在路上走 你不同意吗 狐狸 兔子问 这条路每个人都可以走 狐狸说 我来告诉你 兔子挑衅道 我们来比赛吧 赢的人决定谁可以走这条路 谁不能走这条路 好的 乌龟同意道 我们比赛吧 他们决定从森林的一边跑到另一边 狐狸同意做裁判 第二天 所有的动物都聚在一起观看比赛 现在取消比赛还来得及 兔子小声对乌龟说 谁会赢 很明显 各家位 预备 跑 狐狸喊道 兔子跑到了乌龟的前面 然后他跑了回来 你怎么还在这儿 他嘲笑道 这样比赛要多久啊 他叹了口气 跑了一小会儿 兔子看了看后面 但是没有乌龟的影子 于是他停了下来 看了看四周 他看到路边有一些胡萝卜 哦 我的最爱 兔子说 乌龟双眼盯着前方 加油乌龟 你能行 动物们鼓励道 兔子吃了很多胡萝卜 我饱了 他说 我要睡一小会儿 乌龟还远远的在后面呢 与此同时 乌龟坚定不移地走着 他永远都不会放弃 他永远都不会停下 一段时间之后 兔子从睡梦中醒来 他觉得自己还处于领先位置 他又蹦又跳 当快要到达终点的时候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乌龟已经远远地领先在前 不可能 兔子大喊 他飞快地跑着 但是追不上乌龟 乌龟跨过了终点线 他赢得了比赛 乌龟看着兔子说道 虽然慢 但是我坚定不移 所以我赢得了比赛 acceto 当快要 Enfin 转叩 打赏 转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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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叩